有很多教育機構都說自己採用這個教授課程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分別真理呢? 其實家長要留意的是幾件事 首先你要留意教育機構的選材方面 因為適當的選材是很重要的 比如你要按照小朋友的年齡和能力 所以你可以留意教育機構的選材是什麼 第二就是因為經驗也非常重要 我們不是說人人都可以去教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個有經驗的老師會懂得按照不同的教材 去製作不同的curriculum 就是課程出來 比如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盒意大利薄餅店 給一些沒有經驗的老師 可能只是叫小朋友 你砌啦你砌啦你玩啦 其實如果你是有經驗的 你是懂得在裡面拿到很多資料出來的 譬如可以製作一些和對話有關的課程出來 食物的種類和製造出來 怎樣在一個餐廳去服務顧客的一些對話等等 其實很多這些東西呢 我們是可以放一些心機下去做出來 那小朋友學得就會有方法一點 就是簡單來說 我們不會說扔下一個玩具 你玩呀玩呀 這種只不過是play hard 我們應該要有方法去學到東西 那種才是play smart 那這個才是play to learn的精神 你玩一下 你玩一下 讓我看看 你玩一下 這輪囉 我喜歡的